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拍這部影片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儲值藍賺卡 之前拍那部影片是在介紹藍賺卡 以及為什麼我要賣藍賺卡 那今天就是因為這過程中很多 玩家跟觀眾都會問我怎麼儲值他們第一次使用 那我現在就做一個影片 直接快速的把整個流程講過一遍給你們聽 首先我們去了便利商店 買到藍賺卡應該會給你一個 一張很像發票的收據的東西 然後上面有一堆序號 我先從整個流程跟你們講一次 你們拿到序號之後要回到家 登入冰芳App 冰芳App的首頁長這樣子 進去之後點中間的Gash點數 它會到這個頁面 然後再點兌換中心 它會到這個頁面 點第一個天堂M就會到這裡 這時候你把你拿到那個序號的上面的 應該是密碼或者是序號的東西 很長一串中英樹夾雜的東西 貼上去這裡 等一下我貼一下 貼上去這裡 然後這時候 你按下送出 它就會出現兌換成功 請自紀錄查看 這時候你的紀錄在哪邊呢 在右上角這邊 兌換紀錄 你會看到一堆你出資過的藍賺卡序號 那這時候你只要點它 點個複製 所以說序號已被複製了 那這時候我們 回到前一個頁面的天堂M虛寶兌換這邊 點下去它會出現這個視窗 那這個視窗的時候你就選擇你要登入的方式 這個登入方式 你可以用Facebook Google跟 冰放都可以 那假設我是冰放登入的 我點冰放 登入帳號之後就會到 這個頁面 這時候你只要 操作這個網頁 然後把你的伺服器選對 ID其實是怎麼樣沒差 只要這個人物在你的伺服器裡面有 你就算 你現在開的 像我開的黑妖 如果今天不是開黑妖 我打黑妖的名字只要那個賬號裡面有那個人物 他就可以出 然後你把你剛剛複製的序號貼上來 直接按確定 再按一次確定 就會出現恭喜你 藍賺卡已兌換成功 那這時候 你會說 那我想要再除一張怎麼辦 好這時候我就跟你們說了 如果今天是 從我這邊給你的序號的話 你可以直接跳過前面冰放那一段 你直接到這個網站上面來 複製我給你的序號貼上就好 因為冰放那一段兌換的流程 我都幫你們換掉 所以你們拿 如果是跟我買藍賺卡的話 你們就只要到這個網頁 然後登入之後 直接一直貼上 按確定 結束 好換完了 OK 那這次今天藍賺卡介紹 希望你們看完之後 會對藍賺卡的操作流程更加明白 我是丁丁 下次再會囉 掰掰